各位同仁,有请我们始祖记长答询 始祖记长 林委员好 始祖记长您好 我是很乐意看到政府愿意来编列这个国民幸福指数 那事实上马总统他在去年的一月就有表达说要一年的时间来准备 所以我事实上本来很期待在他就任的第二年初 就是今年的一月一号就可以看到这个指数 那现在听说也跳票要到八月才能够完成 他说一年时间准备 那我们整个架构现在经过一年我们也开了好几次的会议 四次的专家学校会部会会议 所以确定了这个架构 我们八月今年八月会公布 我知道 那么我本身也是研究统计的 我们很好奇当然比指标能够进行比较 就是长期性的 纵实或者是说跨国的当然更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用直接用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 来作为我们的指标呢 跟委员报告就是国际指标的部分 确实我们就是用OECD24项指标完全照它的定义去做 所以你公布的会有两个数字 对一个是国际指标综合指数算了之后会相对于它有36个国家 那我们加上我们就我们自己带进去算 我们就变成37个国家里面我们相对是摆在哪一个位置 就是第几名37名里面的第几名 然后分数 好就是说会公布两个数字啦 至少啦 一个是能够做国际比较的 是 就是这个OECD美好生活指数嘛 然后另外你再加一些在地的指标嘛 在地指标就不做中和指数 各是一项一项的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 就是说各年可以自己跟自己比 看看是不是有进步 好 那我问你 那媒体在报道说这个 我们有马桶的这个 这个 人口百分比这个 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放在国际还是国内 这个是OECD的 国际的 就是说住宅有室内冲水马桶的人口百分比 对对这个是国际指标 那在这项指标我们国家排名怎么样 现在 目前我们还没有数字 跟委员报告这一项 那个 他们36个国家里面是有 五个国家是百分之百 包括美国荷兰丹麦瑞典西班牙 最低是土耳其 百分之八十七点三三 像日本他百分之九三点六 是排三十一名 好 那么在地性的指标里面 是 你们提到有三十八项 是 那这个就是会归纳成 就是另外一个 我们的这个指数就对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不做综合指数 这个就是我们会个别公布 个别公布 就十一个领域三十八项指标 每一个指标算出来 就是说他的那个资料值是什么 那你说每一个人啊 根据你这一个变相 这些数字啊 会得到自己的幸福指数 是总体还是个体的 还是都有 就是说那个 国际的指标部分 会计算 综合指数 以便于国际间的比较 那么在地指标的部分 因为现在有 有好几个国家 也都在发展 像英国 法国 美国 日本 也都在发展 这个在地指标 而且像素都 我知道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地 就是说也是各个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建议 就是说认为这些项目 能够呈现比较贴近民众感受 是一项一项的 我的了解是说啊 以后啊 我林嘉隆啊 可不可以根据你这个 这些 题目也好啦 或者这些变相也好 我得出一个林嘉隆的幸福感 哦 有 有 来 你告诉我 有是说就是个体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有这样的一个 幸福感的指数 我请蔡助长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算法 是 报告林委员 以后我们公布的那个资料 除了我们在国际指标 就相对于OECD36个国家的排名之外 那使用者可以去设定每个领域的全数啊 我们有11个领域 然后如果林委员觉得 环境很重要 你把这个全数加重 那可以重新算排名 说我们在36个国家里面是排第几 那OECD也是这样子 OECD也这样子 那使用者可以自己去设定新的全数 重新计算整个统计结果 好 就是说 总体的 你们会有一个我们国民的吧 幸福指数吧 那那个总体是建立在你们的全数 的计算上嘛 那个体的 每一个人 好就如果全数跟你们一样就是这个数字嘛 但是如果全数不一样我就可以去加全嘛 好那这个情况之下得出来每一个个人 他也许可以做他长期的比较啊 我每一年因为我特别在乎某些项目嘛 也许马总统很在乎冲水马桶 那我们可能很在乎其他的空气品质或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做一个参照的基础就对了 但是至少说我自己的标准 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再去做一些 我个人化啦 我们说客制化的幸福感指标啦 是不是 好 好那就我要进一步来问 因为在你们 在马总统宣布要 这个 做这个国民幸福指数的时候啊 远见杂志啊 远见调查啊 也公布了 好差不多每一季都有一个幸福感的调查 那我看哈 他们的这个 调查结果啦 比如说以2012年第四季的调查 他发现说啊 当季啦 幸福指数是62.4分 低于年初的 64.2分 然后有倒退 那么 至于说 进一步调查 让受访者 自我满意最高的 这些项目啊 等等的调查结果 就个 个体啦 跟整个对社会 对个人啊 的数字也是不太一样 对于这份调查 你们的这个 你们认为 有没有 这个数字反映的是 国人的这个很清楚的啦 也是蛮主观的嘛 就是他个人啊 的感受嘛 那为什么 这个远见的调查 反映的这个情形 你们你们觉得有什么参考性 这个凸显什么问题 根本人报告 现在那个 我们看了一下 那个远见杂志 他这个是主观的 就是幸福感调查 幸福感调查 所以他就是主观的调查 你的民众的 这个 他们是访问了一千多位 一千多位 二十岁以上的民众 调查民众快乐 程度健康状况 生活满意 社会连结 经济所得 五个面向的主观感受 用一到十分 然后分数越到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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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这个方法认你不用跟我讲 我是说 对民众自贫 个人幸福总平均是六点二四分 但看社会整体的幸福 是四点零六分 但这个有一个gap 这表示每一个人对自己 跟对社会整体的氛围 又不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 那这样的一个主观的调查 有没有放在里面 未来 也是一个参考性辅助性的 有有有 调查里面 有有有在里面 在里面 像国际指标里面的 主观幸福感 就有一个自贫生活状况 那你们是用大量的这个设计 自贫生活 多大的样本 这个部分我们是办调查 是是 我们这个 大概有 两万个家庭 六万个样本 就这一项 就这一项 有些项目 请中研院调查 中研院认为社会科学中心 那个是两千个样本 那每一个调查 sample不一样 我意思说 主观感受调查 你们现在自己是 两万个 有些项目是 是两万个家庭 有些项目 那会不会有time lag 就是时差的问题 你们如果做那么大的 一般性的 更大规模的这一种 这个抽样调查 或者是家户调查 那 这会有时间差吗 是 跟你们制作这个到时候 因为感受可能也在一年里面变化 你们每年都做就对了 是 每年都做 然后再加中研院的两千份样本 是 的一个辅助性的数字 也纳入到你们的这个权 到所有的这个数字里面 我是建议啦 在主观的调查这边 当然我们也知道抽样啦 他也不是说大到无限大的数字啦 但是我是觉得两千份的样本要来做 国人的幸福感 主观的这个 民意调查的话 事实上是太少了 你同不同意这两千份的辅助性调查 是样本太少了 是 是 那个中研院调查的不是主观幸福感 我们里面有十项 是中研院的啦 那是对政府的评价的部分 那这部分必须要有公信力 所以那部分是请中研院 但是有些调查是其他部位 有些调查是主记总处啊 所以每个项目那个调查机关不一样 所以主记总处的主观 感受调查是两份的样本 然后是几个家庭 两万个家庭 大概两万个家庭 大概六万个样本 所以是以家庭跟 就是家户跟那个人数 问到每一个人 问到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 是 好的 这个部分的资料麻烦你再给我 因为我在这里面没有看到 因为这个主观的调查 因为我们看到远见的这个调查 人家每季都在做 他调查1062复 1062复 好谢谢 谢谢 谢谢林伟 我们接下来